那最後如果說我希望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這些圖啦 其實這些圖呢 如果我說左邊是資料啦 資料然後右邊的話是畫圖啦 那當然如果我希望呢 這個圖可以把他另外再放一個工作表 放在圖表這個工作表裡面的話 那要怎麼做 首先當然第一個把圖給刪掉 那如果將來如果要放的話 理論上就是放在A1這邊 以A1開頭 然後再下一個的話就是A11 OK 然後再A21 一次類推 那寬的話呢也許也是這樣250 OK250 然後 坐標位置 所以這個地方該怎麼去變動 那當然第一個你可能要特別注意 就是說呢 如果我們將來的按鈕 如果要做按鈕按在這邊 那按一下他之後的話 當然呢第一個會有幾個問題發生啦 就是說你的資料來源 可能會在不同的工作表 可能在第一個 也可能在第二個 因為我這邊有多複製一個啦 因為我擔心說這個舊資料 這個毀損 所以我有備份一個 那如果說假設我的資料在第二個的話 那其實特別注意喔 你必須要再多學一個物件 叫做SHUTS SHUTS物件的話呢 他主要就是 告訴那個 程式就是說 如果將來抓資料的話 請你到哪一個工作表 去抓 不然的話會出錯 那哪些地方會需要做變更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要跨工作表 把圖放在這邊的話 那首先的話 我們把這一段程式複製一下 把它貼到底下 等於是 折現圖全部 改成什麼 改一個名稱好了 也許跨工作表 這邊改一下 OK 所以喔 這個地方 順便講一下有關那個工作表物件 因為如果將來你的資料會放不同的工作表的時候 那你就有必要要知道工作表物件的使用方式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啦 我們來 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一定會出錯 錯在哪裡 應該會出在這個地方 這裡的話 有個問題 就是說 只要是什麼 setSource Data的這個方法 所謂的Source Data就是資料來源 那Source冒號等於就是資料來源 你會發現喔 Range A1 到 B 這個是 第一次應該是B B1 不過目前沒有資料 資料在這裡 所以你必須學會一個動作 就是如果將來你的資料來源 是在這一個工作表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剛好指到它 很簡單 請你在Range前面 加一個所謂的 哪一個工作表 記得喔 工作表物件叫SHITS 所以你就打一個SHITS 第幾個工作表 第2個 所以呢你就跟它講 在第二個工作表 點 的那個什麼呢 工作表裡面喔 會有我需要的資料在這個裡面 所以它會在這個地方找 A跟B找到了 有了 那一樣的方法 底下這個地方一樣會有個setSource Data 那一樣喔 把這個SHITS2點 把它複製到Range的前面 這樣它才知道 你的資料是在這邊啦 不是在那邊 OK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這樣第一部分就完成了 不過會有一個問題 如果將來你的這個SHITS 假如你不想用第幾個 而是你要給它名稱的話 那或許啦 你可以什麼 把這個工作表名稱改一下 名稱叫資料 OK 然後呢我們就是 這個 另外一個敘述方式 就是你如果不用數字的話 那你可以用名稱 名稱的話呢 你可以什麼 給它一個什麼啦 給它一個雙引號 裡面的話呢 就給它一個 它的工作表名稱 也許叫資料 好 這樣的話它也知道 在這裡 那這個方式的話 好處就是說 它就不一定要是放在第二個啦 因為如果你假設 你會 調整它的順序的話 那這個方式 會比這個方式來的安全 不然的話 它如果順序 換了 那一樣會抓不到資料 OK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切到這個空白的工作表裡面 那並且執行看看 不過現在執行會不會OK呢 執行看看 那你會發現 執行完之後呢 基本上 好像似乎 也可以符合我們要的大概的預期 只是說呢 最大的問題應該是在 這一個位置 應該是要放在A1 而不是M1 所以喔 再來我把這個 這個把它刪掉了 這個這個工作表裡面的圖 一樣可以用這個刪圖 好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讓它移動到A1 再來就A11 A21 也是類推 那其實喔 只要改一個地方就可以了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邊其實 只要看到什麼Range M有沒有 其實就可以把它改成A啦 OK那這邊也一樣可以改成A 所以也就是說 改大概一個量 那這個其實不改沒關係 因為它的高度 A1跟M1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你就不改沒關係 那這邊的話你一樣 改成A 也就是K的前面 這個把它改一下 那其他應該就不用改了 也就是說改幾個地方 1 2 3 4 OK 這樣就完成了 然後另外的話還有就是說 那個 sauce theta這邊 記得前面一定要加上序字 的敘述 你可以用數字 你也可以用什麼 用名稱 好 這樣的話我們就大勾告成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最後得到的結果 就會是1個2個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其實 蠻接近的 不過 可能最後當然各位可以思考一下 其實最好的方案就是說 如果1個2個3個4個 如果5個 剛好可以全部放滿的話 那剛好就不用縱向 你就是剛好放在這個區塊裡面了 甚至你可以把它縮小一下 全部應該都可以放得滿滿的話 那這個地方應該怎麼做 OK 最後其實可以想想看 那如果這個可以做的話 基本上 這樣子的話以後 我們就可以 把資料爬取下來之後 就可以快速的 繪製我們要的所謂的dashboard 這個dashboard的話 跟Power BI 是在滿 Power BI裡面 蠻大的一個賣點 就是 這個所謂的那個 dashboard 其實是儀表版的這個概念 那可以快速的把需要的圖 給繪製出來 那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個地方也許再改一下 跨不同工作表 改的部分大概其實就是幾個地方 那程式部分的雲端上面其實也有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應該是在 這個是剛剛 剛剛改的 然後 跨工作表 其實是在這裡 OK 所以請各位參考的話 可以參考第七頁的地方